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2月17日 星期三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川普 他未来的动向 我昨天看到有报道说呢 班奴现在在为川普的未来进行策划 班奴他以前就是川普在2016年选举 以及他进驻白宫之后的初期的时候 班奴就是他的一个战略分析师 班奴比较善于制定这种战略性的谋划 我们都知道川普在离开白宫的最后一天 他把班奴给特赦了 那现在班奴呢 他是无罪之身 现在呢 班奴又回到了川普的团队 为川普进行谋划 据报道 川普这一次要王者归来啊 班奴给他做了一个很周全的一个谋划 很有野心的一个谋划 那么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就知道 通过川普被弹劾的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共和党是分裂的 共和党他内部有一些人是反对川普的 因此川普有一段时间就想单独出来成立一个党 这个党的名字都有了 叫爱国者党 据说这个爱国者党现在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这么一个党 那这个党就希望川普能够加入他们 但是川普到最后决定还是留在共和党里面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运作的 那共和党参议院的党魁麦康奈尔 在这里面起了挺大的一个作用 麦康奈尔在这个大选期间 以及对川普的弹劾这件事的过程当中 麦康奈尔的态度是有一系列的变化的 本来在选举的初期 麦康奈尔他是挺川普的 那后来川普败选 麦康奈尔的态度就逐渐有了变化 由一开始和川普站在一起 不承认败选 到后来选举人团投票之后 麦康奈尔就承认拜登的胜选 这时候就大大的刺激和得罪了川普 川普从那开始对麦康奈尔就非常不满 从那开始就大有共和党内 有麦康奈尔没有川普 有川普没有麦康奈尔之势 当然共和党内不可能没有麦康奈尔 就是说有麦康奈尔 川普就很有可能单独成立一个党 那川普如果单独成立一个党的话 他就会带走很多共和党的力量 同时最关键最关键的 就会带走共和党的支持者 那些投票的民众 这是最关键的 那共和党如果失去了那些民众的话 那共和党就会沦为一个第三大党 连第二大党他都有可能撑不上了 所以后来他们共和党又决定争取把川普留在共和党内 那川普呢 他也有他的考虑 他也需要依靠共和党的力量 尤其是在弹劾期间 所以说在弹劾的初期 虽然说要求川普从共和党里面独立出来 成立一个新党 这种呼声是特别的高 但是川普一直都没有拍板 那现在这个弹劾案已经落下了帷幕 川普已经胜利了 现在班奴给他出谋划策 班奴制定了一个大战略 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让川普在2022年中期选举的时候 让他亲自出来竞选议员 竞选众议院的众议员 完了以后 让他竞选众议院的议长 就是他们希望2022年能够在众议院里面 把局势颠倒过来 由共和党是一个少数党 变成一个共和党是多数党 由川普来任这个多数党的议长 也就成了众议院的议长 那如果他成为众议院的议长的话 权利就很大 到那时候就会对拜登提出来弹劾 要弹劾拜登 拜登在当总统两年的时候 就会被川普带领的众议院进行弹劾 他们是希望到那时候参议院也颠倒过来 参议院再一次恢复共和党为参议院的多数党 到那时候对拜登的弹劾 希望能够顺利的成功 他们预期弹劾拜登能够成功 那如果弹劾拜登成功的话 那拜登就被踢出白宫 但是如果拜登踢出白宫的话 按照美国的宪法 副总统贺锦丽就会成为总统 这也不是班努和川普他们想要的 那他们会对贺锦丽也进行弹劾 事实上他们现在就在计划 对贺锦丽进行弹劾 先弹劾贺锦丽 那如果把拜登和贺锦丽两个人 全都弹劾下台的话 那总统的职权就由众议院的议长 来临时代理 那到那时候众议院的议长是川普吗 川普就来代理总统 那就是说拜登剩下的两年的任期的总统位置 由川普来代理 按照美国的宪法 每一个总统最多可以任两届 也就是八年 但是川普因为是代总统 所以这两年是不算的 不算他一届 那到2024年的时候 他还要再去竞选总统 他们预计到那时候 川普竞选总统会成功的 因为按照现在 这次2020年 川普竞选总统败选 和拜登之间的选票 只不过也就相差七百万 川普的选票也很多的 拜登得了八千多万票 川普也得了七千五百万票呢 也是很多的 如果在这四年当中 民主党失去三百多万票 那2024年 川普就又赢了 川普很有可能会赢 因为现在据民调显示 川普现在的支持率 比他被弹劾之前 任何的一个时候 支持率还要高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认为说 好像川普这一次被弹劾 好像就指责他 煽动了这一次的暴乱 他就名声扫地了 其实没有 那他到2024年 班农和川普他们 是非常有信心的 2024年 川普很有可能会赢得总统大选 不是很有可能 他们就是信心满满 他们认为他一定会赢得 2024年的总统大选 那川普在2020年之前的那一届 他已经干了四年 2024年再干四年 这八年 再加上他拜登任期当中 他代理的这两年 就是十年 这在美国的历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 他又创造一个历史 这就是班努给川普的一个 大的战略文化 现在川普团队是信心满满 雄心勃勃 好 这件事情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